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让全马人民认识了我们的抗疫泰山卫生总监诺西山 那其实诺西山他早在2008年就加入了卫生部 前后经历了四位部长 那这次疫情的爆发呢反而就让他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他每一天都定时召开记者会向全国人民汇报疫情最新进展 那面对一场全球大流行病灾难 替我们把关和主持大局的 是卫生总监而不是卫生部长 这算是正常的操作嘛 那首先要分清部长和总监的职责是什么 总监其实是公务员而部长则是政治领袖 在奉行西门寺制度的我国 部长和总监的分工是很明确而且是不可逾越的 部长最重要的任务并不是插手政策的细节 而是必须确保官僚执行内阁所制定的政策 完成对人民的承诺 而总监是负责执行政府政策的主管 负的是行政责任 作为公务员总监其实也只是接受命令制定技术细节的人 那疫情汇报会应该由谁来主持呢 在回答这项问题之前 不妨先想想这场汇报会是向谁汇报的呢 没错就是全国人民 因此呢获得人民委托的卫生部长自然就责无庞贷 需要负起这项政治责任 向国民汇报政策进展 那如果部长做不到做不好怎么办呢 那部长就必须面对舆论质询 如果犯大错的话呢 更需要引咎辞职 因为呢部长是获得人民委托才有权力当官的嘛 因此呢他也有责任在政策引起民怨的时候鞠躬下台 那总监失责的话又应该怎么做呢 那总监是公务员 而作为公务员在公务上失责的话呢 就会面对部门内部的纪律处分 比如说被调派到其他的工作岗位 或者是接警告信等等 那说白了 卫生部长才是整个卫生部的领导 而卫生总监呢也只是奉命行事 那你说每天的疫情汇报会是由总监 而不是部长来主持耶 这个操作众长嘛 可是说了那么多还是忍不住想问各位 你们能够在三秒之内回答 卫生部长叫什么名字吗